阿花路过水池,狡猾了一下。 这根木头是新安装的吗?怎么以前没见过? 阿花玩得小鼻头脏了一块。 到点了,回去了回去了。 路过小树丛,阿花停留了一会儿闻闻绣绣。 然后回去了。 阿花味尝回家不拖延,进了不离房友果果吃。 这是小熊仔最喜欢的环节了。 阿花三两下就把竹筒里的果果摇出来了,伸出一只小鸡腿,开始品尝美味果果。 吃完摇以竹筒里的果果,上餐桌,爷爷把阿花鼻子上脏的一小块抹干净了。 阿花每天都白白净净的,离不开爷爷的功劳。 阿花坐在通道处吃笋,露出个脚丫,被发现了。 接着露出一个熊头。 阿花小手扒拉着小木床,想吃小木床上的笋笋了,想爬上去,那和小鸡腿还是短了点。 上不去,阿花移动到另外一边的小木床,站的笔直还是够不着笋笋。 阿花旁现实行走,再一次尝试爬小木床,这次以为快成功了,结果还是没上去。 这个小木床到底多高啊,我的小手说过不到笋。 阿花气得都啃小木床了。 阿花前台转了一圈,去喝水了。 阿花喝完水水,一脚踩在水盆边边,另一只脚一块。 就爬上了小木床,爷爷把通道门关了。 阿花吃累了,休息一下。 再来没有什么独立。。。 那呗,我再来一切吧。 中文字幕——YK 中文字幕——YK